金门 金门是一个拥有历史的战地 曾经也被战争摧残过 却也因为战争 而聚集十万大军 于这个岛上 当时除了粮食紧绷 酒是士兵们最在意的事 而后勤补给却无法运送 粮食以外的物资 所以当时的司令 就从十万大军中 寻找制酒好手 十万大军本身 就是来自于中国的大江南北 当时结合了各省最好的制酒配方 创造了金门酒厂 独树一格的制酒工艺 并用高粱换大米的方式 鼓励人民种高粱 百姓为了吃米 自然踊跃种高粱 这些盛产的高粱 被酿制成高粱酒 不仅供应了本地军用需求 更因为口碑好 消往台湾地区 就这样 在1952年 九龙江酒厂成立了 1956年 更名为金门酒厂 在它的努力之下 金门的经济状况 大为改善 凝聚起军民的心 在荒芜中 闯出一片生机 携手走过艰辛的战后岁月 大家都称它为 我们的司令官 金门现代恩主公 他就是狐连将军 金门酒厂 带着历史的轨迹 与所有人的情谊 不断地向前运转着 每一地好久 都有它的源头 当年胡连将军 除了把缺水的金门 变成一片汉地高粱美景 也大力推广植树造林 让金门从陵木缺乏 飞杀走实的黄土 成为现在的海上绿洲 雨雨苍苍的金门 从此有了清新的空气 这里清新的空气 甚至带着芬芳 同时孕育了丰富的酿酒维生物 把小麦慢慢培育成最上等的酒渠 酿酒维生物 酿酒维生物就这样在智取时 慢慢渗入其中 透过传统而独特的培去功法 勾勒出尘厚的香气 成为酿造高粱酒 最佳催化剂 而酿酒最重要的灵魂就是水 精酒的水质 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清透 让时间仿佛凝结在那儿 其实金门是个河短水少 周年少雨的地方 水源相当缺乏 但地质作用 使花岗盐盘沉积出了一层生命之源 化身为一股地下清泉 透亮的水滴 从层层的花岗片麻盐中落下 带着丰富稀有的矿物质 流进了发酵中的高粱 作为酿酒的活水 带着不间断的纯净和甘美 远远不绝地走过了一甲子的岁月 金黄的高粱在阳光下 如同黄金般闪耀着光芒 它有着和在地人一般的忍性 棵里虽叫普通高粱小科 但却是最适合酿酒的品种 为了不辜负对土地的恩赐 即使耗时费功 经久仍遵循古法 坚持着这份传承已久的纯正风味 最后 在这个带着历史的痕迹 恒温恒湿的天然花岗岩坑道中 给了酒意催沉最直接的领量 将高粱酒放置在这金门特有的坑道中 慢慢地呼吸 由世代传承的调酒师 对每一桶酒进行品尝调和 这些透明清澈的白酒 犹如被施了魔法般 清新扑皮 自然生香 闪耀着光芒 每一滴都是时间堆叠成的美好滋味 成为最不上头的好酒 这片土地的一切 都正在这里不断地运转着 成为最值得珍藏的艺术 经久收藏着这片土地一切的恩赐 承袭着传统酿酒古法工艺 如同博物馆一般 收藏着一切自然之美 经久和金门这片土地是紧紧相连的 一口喝下的不只是那香 唇 干 烈的口感 更多的是那份在地的风味与文化 金酒公司内超过九成的员工都是金门人 他们从小的记忆 就是那从酒厂传来的古粮发酵味 这样沉厚温润的味道 不管作为各种调酒的激酒 或放入零下十八度的冻饮新喝法 用不同饮用方式 品尝金门钢凉酒 不同的口感与风味 以及大家聚在一起 一氧而静的人情味 古人的宴席 不仅少不了高粱 还有个鸡头鱼尾的风俗 鸡头鱼尾对着主客 表示主人诚挚的欢迎 搭配金门流传多年的特色饮酒方式 金酒绝 莲花纸 青举杯 深入喉 舒展梅 种植杯 赞好酒 这就是金门人传统文化的一环 也是金酒常年以来的肯定 六十年来 金酒严格遵守 三高二低一般的独特固态发酵酿酒工艺 结合现代化的设备与平管技术 不断地革新 不断地突破 此刻我们怀抱着最珍贵的资产 传统酿造工艺 地方文化与历史 在地的自然珍宝 在世界列酒大赛的激烈角度中脱颖而出 赢得多项 赢得多项大奖 这片土地带着我们走向国际的肯定 保护着我们的根 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使命 金酒带着六十多年来的荣耀与历史 骄傲地将最珍贵的金门高粱呈现给世人 这些荣耀不是属于我们 而是回到那片闪闪发光的高粱田 让我们一起从高粱酒的故乡 金门出发 在世界发光 金门酒场